第三题,小明用八折的优待价格买了一些文具,共花了X元,打八折之后是X元 题目要问呢,如果没有这个打八折的这个优惠的话,则小明原本应该付多少钱? 其实小明原本付的钱就是他的原价,原价是多少钱呢? 这一点题目就是要求原价是多少 好,我们列一个式子来看就知道了 原价呢,打八折,打八折就是乘以0.8 等于打八折之后,原价打八折之后,X元,是X元 那要求原价,很清楚的,这个式子呢,你如果要求原价呢 就等于,把这个0.8乘以0.8移到右边 就变成是X除以0.8 那X除以0.8是多少呢? 0.8叫做十分之八 X除以十分之八 那这一题呢,很清楚的呢,算到这个地方,我们就可以选出答案就是B这个选项 好,像这个1,1,2,4,5,1,2,5,1,2,3,4,5,0